我也是跟他说了的 你想取而代之是有一定困难 所以你爱我与我无关 你要付出要冒险那是你的事 但这句话本身是多么的无情啊 你自己能不能走出来你自己不清楚吗 你为什么不可以从走出来之后 再去接受一段新的感情呢 失恋是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的 特别是初恋会让一个人永远铭记在心 不过生活总是要继续下去 谁都不能因为一段失败的恋爱就停止于此 总会有另一个人和你开始新的生活 但在开始新生活之前一定要忘掉过去 不然则会坑了爱你的那个人 然而今天被坑的这个人就是男嘉宾小记 他和女生小童认识了很多年 一直都在暗恋中 直到有一天小童和男友分手后 小记便开始了追求 而小童也明确告知 他在这段时间里忘不掉前男友 可小记却不在乎这些 坚信自己可以用爱去感动对方 愿意陪他一起度过这段失恋的痛苦 直到走进他的内心为止 可是这段艰辛的爱情之路 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 小记整整坚持了一年 也没走进女生的心里 现如今小记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才求助到节目组 希望老师们能给他想要的答案 那么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呢 想要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其实我和他是从大一就开始就认识了 当时因为在一个学校嘛 然后又同时都是在学生会一块做事 所以就认识了 然后至于在一块应该是在大三的时候 14年 前面那两年怎么就错过了 大一的时候就认识了 直到大三两人才走到一起 而中间那两年之所以错过 正是因为当时的小童有男朋友 正是因此小记在这两年中一直在暗恋 两年后小记的机会来了 小童的男友因为比他大一届即将毕业步入社会 所以就这样小童被男朋友给甩了 得知情况的小记立马暗中观察 从而发现他自从分手后 整天沉浸在悲痛中 这让一直暗恋他的小记特别心疼 于是想让心爱的人开心一些 因此小记每天早上给他送早餐 带他出去逛街散心 目的就是想让他从悲痛中走出来 但是这些并没有感动到小童 直到有一次学校开学小童 需要赶回学校 可是因为行李太多把他给难住了 得知此事的小记立马从老家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去帮忙 然而就在回学校的路上 小记的一个举动感动了他 但是我不想让他和我一样 那么辛苦做20多个小时的硬做 所以当时我就把寒价 挣到的钱省了下来 然后和他买的机票 然后一块飞回学校 可能那时候他也会有些感动吧 正是因为小记的这个举动感动了对方 因此两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可是这种感动也仅仅是感动而已 并不能完全走进他的内心 原因就是小童对初恋男友依然念念不忘 整天沉浸在悲痛之中 但小童并没有对男友隐瞒此事 而是坦然地向男友说出了心理话 当然这种事不用说小记也能看得出来 毕竟是初恋 谁都会因此而难过一段时间 所以小记对这件事表示理解 只要两人能在一起 无论在男在累小记都愿意陪在他身边 所以他和我说了这个情况 我说没关系 那咱们既然在一块 其实我愿意再陪在你身边 然后只要能够让你走出这个失恋的阴影 其实我还是愿意等待的 既然男友不介意 小童自然也就放松了许多 所以小童每当想起前男友 就会拿出手机翻看之前的照片 路过曾经和前男友坐过的长椅 还有两人一起荡过的鞦韆 种种的一切都会勾起曾经的回忆 甚至有时候因为太伤心 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哭泣 其实这一切男友都看在眼里 但因为太爱 小记并没有干涉也没有介意 而是选择默默地走开 只希望女友能尽快从这段阴影中走出来 突然有一天 小记发现女友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整个人都变得神经气爽 对小记的态度也比以前好了许多 这让小记不得不猜疑 可能是女友想开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她的苦日子也算是熬到头了 然而就当小记对这段感情满怀希望之时 一个不好的消息打破了这份期盼 但后来就在前段时间的时候 她前男友回来又找她了 然后之后她就一直说 要和她前男友一样出国留学考托福 就是以前她从来没跟我说过 她要出国留学这件事 就前段时间见完她前男友之后 偷偷见她前男友 然后她这段时间突然跟我说 她想考托福去出国 原来小彤偷偷地跑去见前男友 并且还要跟随前男友一同出国考托福 难怪她这段时间这么反常 或许这一切都跟这件事有关 不过小彤对于男友的说法并不认同 她认为这次出国留学 跟前男友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为了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可是小记怎么都不相信 会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刚刚和前男友见完面 就决定去同一个国家留学 这明显就是两人商量好的事情 当然这也是两人各自的观点 至于小彤偷见前男友一起出国这件事 到底是不是巧合 只有她自己知道 所以小彤只能换个理由 以此来掩盖这一切 我当时不告诉你 不是偷偷去见她 因为我刚开始跟你在一块的时候 我就跟你表明过 我可能在我心里 前男友一直有一个 就是比较重要的位置 但是你跟我说你不介意她 你不介意我心里有她 没错 小彤在和男友相处之前 确实表明过这个想法 并且男友也答应不介意前男友的事情 所以小彤才能这么理直气壮 可是为此付出感情的小记不甘心了 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把她扔下 自己又没做错什么 怎么就能说走就走呢 这对于小记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但是无论怎么样 小彤对于出国这件事心意已决 为了让男友心里舒服一些 只能劝她再等几年 其实出国也不是说 一定就非得将来会留在国外 我觉得可能出国 说白了可能也就两三年的时间 两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如果真的是为了学业 小记会一无反顾地支持她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太巧合了吧 刚和前男友见完面就要一起出国留学 就算是傻子也能猜到这里面 肯定有猫腻 其实如果她真的只是为了学业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支持她 但是她开始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 就因为前男友回来就说要去美国 这个事太巧了 所以我不太相信这个事 从现在来看 相不相信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小彤 从一开始就没把她当回事 只不过是一个疗伤的工具而已 现如今人家有了新的打算 不管跟前男友有没有关系 总而言之 小记是没有希望了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因为接下来 马丁老师的一个小小问题 就足以证明这一切 你们是什么时候分的手 14年分的手 14年几月几号 14年8月底 8月26号 那你们俩是哪天签的手呢 2月28号 姑娘你不太记得 对吗 分手纪念日 记得清楚无比 签手纪念日 不太记得 但男孩记得 我相信视频看到这所有的一切都真相大白 到底是谁为这段感情付出了真心 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更可气的是 女生明明知道两人不会有结果 可她为什么还要给这个男孩希望呢 明明知道自己走不出那段阴影 为什么还要接受男生的示爱呢 难道就不能明明白白的把这一切告知男生 或许只有这样才是对这个傻小子的公平 你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爱上过这个男孩 只不过他是能够让你走出暂时的悲伤 一个陪伴的伙伴而已 但你不告诉他真相 不是的老师 从一开始我就跟他说过 对啊 就怕这样的 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过他 是的 可是你还要给他希望 可是无论老师怎么说 女生就是死咬住这个理由不放 认为自己当初已经把内心的想法告诉过他 至于他愿不愿意 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要是照他这么来讲 这个女孩他太无情了 一个暗恋你两年的人 且又陪你疗伤 愿意等待你的人 难道你一句告诉了 就可以推卸所有责任吗 此时此刻图类老师坐不住了 借着刚才的话 把这个女生训斥了一顿 你反反复复要强调 我是跟他说了的 我一时半会儿是走不出来 我也是跟他说了的 你想取而代之 是有一定困难 表面上这种话 源自于你的一种善良 是我已经说过的 所以你爱我与我无关 你要付出要冒险 那是你的事 但这句话本身是多么的无情啊 你自己能不能走出来 你自己不清楚吗 你为什么不可以从走出来之后 再去接受一段新的感情呢 所以说嘛 这个女孩看着像是一种善意 但其实这就是自私 难道爱情还需要事先声明吗 如果是这样 那么这个女生分明就是把这段感情当作是一种交易罢了 但话又说回来 这个痴情的傻小子实在是太痴情 明明知道这是个陷阱 他还是不顾一切的往里跳 不得不说爱的力量真的太伟大了 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无论男生怎么努力都不会有他想要的结果 因为小彤的心根本就没在他身上 所以小记的那份情到此刻也应该停止了 不要听那些所谓的什么石头也可以捂热 捂热了没有用的 放在这儿50分钟热了 你把它拿出来放桌上它又冷了 你要捂热它你还得揣在兜里 你能天天把它揣在兜里吗 你揣不了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来不得半点虚假 所以对这个痴情男生来说 就不要妄想着取而代之 这个女人是你遥不可及的 也就没有必要再做那些无用的努力了 至于这几年对她的付出 就把它当作是人生中的回忆吧 其实我觉得付出这种东西 它不会丢人 你爱不爱我 就像喝水一样 它是能感觉得到的 如果觉得我能感觉得到 其实我愿意去做一些 可能别人看来非常没有意义的事 但是我也觉得有些东西 如果它真的让我感到了 没有希望 感到绝望的话 其实我也会选择放手 当然 结果也可想而知 本就不应该有的这段感情 最终还是逃不过分离的命运 最后两人也都想明白了 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 虽然在这段感情中 男生被坑得很惨 或许这就是他人生中 不可避免的一次遭遇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屏幕前的你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